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六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川普向全美发表讲话谴责暴力 寻求团结 推进和平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所有美国人克制当下的激情 团结一致 为家庭 社区和国家的福祉向前迈进 特朗普13日晚在向全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 没有承认自己在11月的大选中失败 也没有恭贺民主党人拜登当选 但是他说 他已经下令数以千计的国民警卫队员进驻首都华盛顿 以确保权力交接能安全 不出意外的进行 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当天以232票对197票弹劾特朗普 指责他6日怂恿支持者涌向国会 并最终导致致命的骚乱 当选总统拜登随后发表声明说 6日对国会的暴力攻击是政治极端主义者和国内恐怖分子所为 他们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怂恿 并实施了暴力 特朗普在讲话中没有提到众议院对他的弹劾 但他说 我毫不含糊地谴责我们上星期看到的暴力事件 暴力和破坏在这个国家绝对不能被接受 他还寻求与那些暴力闯入国会大楼的骚乱者划清界限 真正支持我的人绝不会赞成政治暴力 真正支持我的人绝不会不尊重执法人员和我们伟大美国的国旗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担心 在1月20日新总统就职前后可能会出现暴力 特朗普在13日的讲话中也提到他接到了联邦执法机构提供的安全局势简报 他敦促支持者不要采取任何暴力和其他违反行为 我现在恳请所有相信过我们事业的人想办法缓解紧张气氛 保持冷静 帮助推进我们国家的和平 当选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13日接到了联调局和特杰局的安全局势简报 称他的团队正在与特朗普政府官员接触 尽量多地掌握安全威胁和安保措施方面的信息 以遏制和抵御可能发生的暴力破坏和攻击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世卫组织专家组抵达武汉 两人阴阳性未能入境 世卫组织14日称 目前已有13名科学家抵达武汉 但另外两名成员在过境新加坡时 核酸检测呈阴性 而血清检测新冠抗体呈阳性 因此未能登基 世卫组织此前公布的名单显示 这次访问中国的团队 由15名国际科学家组成 他们包括来自美国 英国 俄罗斯 越南 卡塔尔等国的流行病学家和动物学家 专家组将走访研究机构 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的有关人员 13名科学家于14日早上抵达 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开始出现新一轮疫情爆发 武汉市的生活则相对正常 团队会在为期两周的隔离之后 再开始调查行动 而调查将会依赖由中国官方提供的样本及证据 调查的目标是要找到全球大流行疫情的动物感染源头 在此前经历多番组织 本月较早前 世卫组织表示 调查团队一名人员被拒绝入境中国 有一名成员被送回 另一人则控在航班中转等 这让世卫组织罕见公开表达不悦 北京方面后来表示 这是一个误会 并指调查的具体安排仍在讨论当中 武汉市最早爆发新冠疫情的地方 但病毒的起源和宿主尚不确定 科学家们表示 寻找病毒起源将有助于预防以后类似的大流行 并帮助科学家研制疫苗和寻找治疗方法 分析人质认为 如果专家团队或准与中国同行进行交谈 查看此前的血液样本 并研究当地医院保存的肺部X光片 可能对疫情最初的开始时间和地点有更多认知 中国多个月来一直通过官方媒体宣传多的起源论 暗示中国很可能并不是疫情的源头 世卫全球疫情警报和响应网络主席戴尔费舍尔教授表示 他希望世界会将此行视为一次科学考察 这无关政治 也不是为了指责 而是要考究一个科学问题 费舍尔教授还表示 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 这个病毒是一次自然界事件 就在12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他不确定新冠疫情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意外泄露事故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病毒起源于中国 他还说 外界依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拒绝外界任何人获得所需信息去调查真相 全世界必须继续要求了解那里的真相 以确保这样的事情永不再发生 作为拥有中国最高安全等级病毒实验室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很有可能成为世卫调查团的关注重点 不过 世卫组织发布的官方形成中 并不包括评估实验室泄露事故论可能性的工作 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 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室内合成的 而是来自于野生动物 世卫调查团的美国专家达扎克 就曾在市医院表示 病毒很可能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的某位 从事野生动物贸易的商贩 后者把它带到了武汉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视频通话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利克拉夫特大使14日 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视频通话 克拉夫特原计划13日访问台湾 不过 美国国务院12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本星期所有的出访计划都被取消 包括克拉夫特的访牌计划 克拉夫特和蔡英文的视频连线在美国东部时间13日晚上 台湾当地时间14日上午举行 据台湾总统府网站消息 蔡英文在致辞时除了感谢美国及克拉夫特大使给予台湾坚定的支持 还对他此次无法来台表示惋惜 并期待未来能在台湾见面 蔡英文同时强调台湾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有能力 也有决心贡献国际社会 她还表示 台湾今后会持续推动加入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会议和活动 继续让世界知道台湾也是一个重要的伙伴 克拉夫特在视频连线之后发推文说 我们躺到台湾在很多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 台湾在对抗新冠肺炎方面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向蔡英文总统明确表示 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 作为朋友和伙伴 我们将永远作为民主的支柱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蔡英文与克拉夫特还就台湾国际参与 台美深化合作 民主理念共享 教育资源交流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主管区域安全政策 及多边事务附助清代维菲斯一同在线上约会 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外交部长吴钊燮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丽英杰等也参与此次视讯会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克拉夫特在视频连线中的言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他并威胁 美国一些政客破坏一中原则 破坏美中关系的言行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美联社报道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在推特发表的一份声明 谴责了这场视频会议 称美国应该明白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得不到支持 注定要失败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迟早要与大陆统一 中国并未排除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性 一再表示 台湾在全球组织中没有一席之地 并警告美国不要与台北进行官方接触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人权观察组织发表 2021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严重的人权灾难 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年度报告 其中有关中国的内容 批评主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新疆消灭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以及持续迫害威权人士 人权观察13日发表2021世界人权报告 总共761页 涉及100多个国家 这是人权观察连续第31年发表年度国别报告 检视人权事务在全世界的实践状况 有关中国的部分 报告尤其对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初期的处置 实施香港国安法 在新疆消灭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以及对维权人士持续迫害作出批评 报告写道 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祭出反应迟缓 建制公布相关讯息 提报感染病例 淡化感染严重性 并且否认人际传染的可能性 当局还以传播谣言拘押民众 取缔在网上谈论疫情 阻止媒体报道 在香港 中国政府于6月30日实施严厉 且文艺模糊的国家安全法 这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 对港人自由的最猛烈攻击 香港当局还取第12名民主派人士参选 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延后选举 然后将绝大多数反对派议员逐出立法会 在新疆 尽管中国政府在全球公愤后 似乎关闭了部分政治教育 并将囚犯释放 仍有不明数量的穆斯林 纯粹因为身份认同 而被拘押或在狱中服刑 人权观察中国副主任理查森表示 各国政府日渐了解到 北京对国内的人权侵害将祸及全球 他认为 他们应该支持对新疆的情况进行独立调查 联合国增设人权侵害监责职责 必须终结中国政府 严重侵权却不受惩罚的情况 报告认为 2020年 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权侵犯的关切 尤其是有关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 50位联合国人权专家 以罕见的姿态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各国集体果断采取行动 确保中国尊重人权 履行其国际义务 人权观察执行常罗斯 在2021世界人权报告发表时 尤其对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达出希望 指出美国下届政府应将尊重人权 纳入其内政和外交政策 给人权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 第五个新闻事件 是中国八个月来首个冠状病毒死亡病例震惊网民 中国河北省14日宣布一起因感染冠状病毒而死亡的病例 这是八个月来的首例 北半球冠状病毒疫情的反扑 也冲击到已经几乎遏制疫情的中国 中国卫健委14日在新冠病毒疫情通报记者会上称 截至13日 中国新增确诊病例138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 本土病例河北81例 黑龙江43例 河北新增死亡病例1例 中国卫健委说 13日新增病例为去年3月5日以来当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 并发生去年5月中旬以来首例死亡病例 据河北省卫健委今天通报 新增的死亡病例为女性 患有基础性疾病 染疫病情极为严重 在13日下午死亡 其他更多细节没有被透露 这条消息立即在中国网络引起震惊 微博的点击超过1亿 一位网友惊呼 太震惊了 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病毒死亡的字眼了 网友表示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 中国在出现这起最新感染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之前几天 发现了多处感染源 导致当局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 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省1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该省3750万居民已被告知 除紧急情况外 不得出省 该省已经取消所有的集会计划 黑龙江省随化市的广阔领土上 有500多万居民从11日开始被隔离 居民必须待在家里 公共交通已经暂停 今年2月12日是中国的春节 随着春节的临近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将陆续返乡 而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激增 令当局担忧 不过 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13日表示 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冠状病毒 大规模传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世卫组织一个团队14日抵达中国武汉 这座城市在2019年底首次报告了冠状病毒病例 由1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这个专家组的任务 是追查冠状病毒的来源 这次访问对中国政权来说非常敏感 北京当局急于排除对造成全球近200万人死亡的疫情的任何责任 世卫组织这个团队原定在上周抵达中国 由于缺乏所有必要的授权 形成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世卫组织专家团队这次访问中国预计将持续5至6周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成员菲变林格斯告诉记者 团队将探索所有的途径 但不会寻求找出罪魁祸首 中国当局称此次是为组织专家组到中国式考察 与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源头进行联合科研合作 根据美国约翰斯或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字 这次扩散到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已经造成至少9240多万人感染 198万多人死亡 第六个新闻事件是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行动计划 美国国土安全部13日公布一份战略行动计划 强调在移民签证 跨国犯罪 经济贸易等方面进行跨部门和国际间合作 应对中国对美国形成的威胁 国土安全部或将建议对中国公民施加更多签证限制 国土安全部说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北京利用各种非传统手段进入国际体系 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的便利 侵蚀和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 其中包括对美国移民系统的利用 对开放市场的操纵和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 行动计划说 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机构将与美国国务院紧密合作 查明那些来自中国的高风险访问者 特别是那些参与中国居民融合 学术与科技项目的学生 学者和专业人士 对于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移民签证申请者 不赋予其移民身份 并对EB5投资移民项目严格把关 防止某些中国公民利用这一项目的漏洞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防止他们对美国公司施加不良影响 国土安全不还暗示 美国政府可能对在美高校毕业的中国理工类学生 利用选择性实习培训工作项目进行限制 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将通过跨部门合作 评估OFT项目的有效性 并在有需要时 向国土安全部领导层提出有关加强安全防控方面的建议 计划还说 国土安全部将强化签证更新 电子系统的信息收集 并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分享这些数据 美国自2016年11月29日起要求所有获签最长有效期10年B1B2访问签证的中国护照 持有人通过Inbils登记才能获准进入美国 国土安全部说 美国共有40800名违反美国移民法律的中国公民需要被遣返 而中国无视美国移民法律和国际准则 自2017年以来 拒绝回应美国方面提出的1300次遣返请求 致使移民执法部门不得不释放以前多名中国非法移民 其中包括许多暴力罪犯 行动计划说 如果北京继续拒绝合作 美国方面将让相关责任人承担后果 包括签证限制措施 中国猎狐行动利用不受任何约束 甚至是非法的手段监控 威胁 骚扰在美中国公民 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 该部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将继续遏制中国在美国实施猎狐行动 与联邦调查局 外交安全局调查支持那些对猎狐行动提供支持的个人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尽管北京当局在2019年将生产 和贩卖分泰尼定为刑事犯罪 但却未能充分解决原子 中国化学工业的非法供应链问题 中国化学工业通过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转运毒品 浅体化学品 加剧了美国本土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2019年直接导致了美国近7万亿千例吸毒过量死亡事件 这份战略行动计划说 美国将继续侦查 威慑 干预和瓦解中国跨国犯罪组织 通过西南美墨边境 国际货运和邮政快递等方式 对西半球的渗透 特别是那些与中国 有持航的墨西哥地区应对跨国犯罪问题 继续救人权问题问责中国 国土安全部表示将继续努力阻止来自中国的假冒商品 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和走私品进入美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与国务院合作 努力查明那些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公民身份 对他们进行签证限制 鉴于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获取了席位 国土安全部将支持跨部门的国际间合作 在世贸组织 世界海关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万国邮寄联盟等国际场合 强调凸显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土安全部说 将针对中国国有企业 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展开跨部门研究 从而更全面的了解 评估和阐明中国国有企业行为的常见行为 驱动因素和趋势 特别要识别中国国有企业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等重点地区的恶意行为 并创建全面的风险评估方法 列出美国决策者最需要关注的十家中国国有企业 在有关阻止中国获取敏感科技方面 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跨部门协作方案 方案说 国土安全部将与商务部合作 延定策略 就与台湾 印度等里面相同的合作伙伴 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扩大贸易往来提供政策报告 国土安全部还将与商务部配合 对美国中小企业宣传中国掠夺性的恶意商业行为 例如强阔劳动 盗窃知识产权 假冒商品及倾销等问题 该部门还将在全美范围展开宣导活动 让公众了解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不可信任的数据服务公司和平台 对个人隐私 以致经济与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海上安全方面 行动计划强调与美国盟友对抗中国通过冰上丝绸之肉项目 在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份行动计划在结语部分说 美国正处在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新时期 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给美国人民 美国国土 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 带来了新的风险 国土安全部准备迎接这些挑战 同时也乐于在两国有 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具有建设性意义 注重成果的接触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